群聚足跡曝光了 案17239清潔员 他在中立金嗓歌友会 不但在密闭空间打麻将 而且一打就是三个小时 还打了五天 同桌的牌友还有隔壁桌 甚至都没有人戴口罩 根据统计 比起同住家人或者是社团活动 打麻将的染疫几率 竟然高达百分之百 民众现在就很担心了 这将会成为 淘机群聚案的大破口 跨年夜凌晨12点多 妇人走进金嗓歌友会麻将室 先去墙边放好东西后 随即坐下与拍友开心打牌 密闭空间相处了至少三小时 怎么也想不到 这妇人竟然就是案17239 淘机群聚中的确诊清潔员 歌友简直吓死 因为仔细看 最后一名进入的同桌牌友 根本没戴口罩还密集相处 就怕被确诊清潔员 或是麻将接触者 接触却不自知 纷纷赶到现场进行筛检 晚上8点就来这边了 有了解这个状况吗 8点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 我们活动是9点开始到12点 所以你也不是很清楚就对了 是 连确诊者进出时间 似乎都还没掌握完证 歌友会关注坦诚疏漏 因为根据卫生局疫调 可是从12月29号到1月2号 都有足迹 还时常疫待三小时 根据我们的这个疫调 以及GPS轨迹图 他确实是有去那边五天的时间 这么多天待在麻将间 牌友一直换 让桃园疫情再度拉警报 因为根据统计 比起同住家人 或是唱歌社团活动 打麻将的染疫几率 居然达到百分百 几乎痛桌比重 麻将桌的大小并不大 所以要让四人保持 在安全距离的机会 有点困难 时间长 让大家会共同去摸取 牌桌上的这一些牌 经由这样子的间接接触 而造成感染 麻将本来就是长时间 近距离又有间接接触的活动 自然染疫风险急剧暴增 如果再加上如这金嗓麻将士 成员们口罩不太好 却摸牌摸薄薄 病毒自然乱乱跑 记者陈正茂 刘志展黄玉